歡迎來到台北市立百零高級中學圖書館 小論文記專題研究發表 自主選擬簡報製作培訊課程 有Power 更有Point 今天我將會帶大家了解如何製作一個好的PPT 今天的課程會分成三個章節加一個課後作業 第一個是告訴大家簡報的基礎 第二個是製作技巧 讓大家熟悉使用PPT跟一些線上的資源 第三個是加值分享 讓大家知道更多不同的PPT模板 要去哪裡搜尋 最後是由課後作業來大家複習今天的上課過程 首先我們先來讓大家知道一下簡報基礎是什麼 簡報它的本質是由一個人把內容散播出去 這是一個很好的記號 這種過程可以由三個方法來進行詢問 第一個 蘋果產品發布會 蘋果在早期之所以可以吸引到那麼多人去買 有一個原廠創始人 賈伯斯 他有一個很強的說故事能力 讓聽眾一聽就覺得 我需要這個東西 說服大家來購買這個產品 這也是蘋果可以成功的能力 所以他們有一個很厲害的說故事的技巧 所以簡報第一個本質 說故事 第二個課堂跟TED的報告 一樣同一題數學你的加減成除 由老師或者是由你的同學來講解 可能可以達到完全不一樣的效果 這可能歸咎於我們對於這個題目的理解 會因為自己的經驗而有所差別 比如說 老師他可能就覺得 先成除後加減是一個非常直觀的觀念 而學生的話他可能還沒受到良好的訓練的時候 沒辦法把這個事情給記起來 所以他會用一個括號的方法來輔助自己了解 所以在於 你可能同學告訴你這個題目怎麼結束 會反而更容易的理解 是因為 學生他知道自己的困難點在哪裡 而老師不一定他可能已經 他太有經驗了 以至於忘記這些比較基礎的東西 所以簡報第二個本質是 說一個自己了解的故事 因為你自己了解 會比別人了解還來得更深刻 OK 第三個通告藝人 我們可以在看電視都發現通告藝人常常講一些 可能有些異識或是相似的故事 但是由 比如說沈玉玲來講 或者是由陳漢臉來講的話 兩個故事可能會完全達到不同的效果 那 根本原因可能在於沈玉玲懂得用 讓別人聽得懂的方式來講這個故事 懂嗎了解 就是 所以 如果你講出來的話 讓別人沒辦法聽懂的話 他就不是一個好的故事 因為 你講的就是白講嘛 所以 第三個簡報本質 他就是一個 別人聽得懂的故事 所以總結一下 簡報本質 就是 說故事 說一個自己理解的故事 說一個 自己理解 別人能懂的故事 這就是簡報本質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簡報的組成 簡報由聽眾講者的內容所構成 講者呢必須以聽眾所想要知道的內容來製作這個PVD OK 比如說今天我們 比如說今天小1跟小3的學生以我自己經驗來看的話 我那時候在學數學的時候是1這個數字是不能減3的因為1比3小嘛 那時候老師就告訴我們不能減 因為那時候我們沒有複數的概念 等到我已經三年級的時候呢 老師告訴我1其實是可以減3的 1減3變成-2 開始導入了複數的觀念之後 這個 整個內容會開始有所改變 所以你的講者你在講之前你會知道你的聽眾是誰 你要依據你聽眾的知識程度來製作你這個簡報內容 好以這個小論文比賽為例的話 評分教授他其實想聽的就很簡單 就是研究動機研究過程裡面就學過 你參賽學生呢就是你的講者嘛 所以你要透過你內化把這個小論文內容 以資料總統的方式 然後把這個東西呈現在PVD裡面 那你要注意這個 這個內容就是需要收到精簡之後來呈現的 因為 因為 評分教授不會想知道一些非常基礎的內容 比如說一元二次的公式減 2A分級4B站跟 價值平方 減4A這個東西 如果你在小論文裡面用到了 你不需要跟小 不會有人想要證明這個東西給 評分教授聽吧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基礎 你一定是幾乎到嘗試是你的內容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內容 展現出來的話其實反而是多餘的 然後評分教授會覺得你一直在混時間 所以精簡很重要吧 把聽眾不需要製造的事情 省略掉 OK 好 再來我們來看簡報的目的是什麼 簡報的目的主要可以分為四個點 改變資訊 增加知識 改變行動跟改變信念 OK 第一個改變資訊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比如說小1的時候是不能1-3 但是小3的時候就可以1-3 就是你在你已知的事項裡面 就是很重要 好 再來是增加知識 那我覺得這一點其實是 簡報裡面一個很重要的 功能 為什麼呢 因為 你必須要讓人家有興趣聽你的東西 你才有辦法 分享這個新的見解 因為如果人家不聽的話 其實你就沒辦法分享 那比如說現在當紅的網 YouTube 很多知識型的YouTuber 比如說我們說 李克太太 舊舊鞋 或者是 旅節之類的 他們追求知識這件事情 不是每個人都有興趣的 但是他們可以用他們的方式 來讓 觀眾想要聽這個故事 所以這是一個 很重要一個 你在做簡報一個過程 好第三個是改變行動 說服聽眾 同事某件事情 比如說 我們要說服歐美的人 開始戴口罩 可以跟他說今天戴口罩 可以有效的 防疫呀 或者是減少 病毒的傳染 然後 可能這個病毒的致死率 有多少多少 你讓他們覺得這件事很嚴重 然後知道這個 另外一個行為 可以來 填成 填換這個 是有問題的嚴重性的話 來說服他們 從事某件事情 這個很重要 改變行動 再來是改變信念 改變信念 改變行動 差別呢 就在於 信念是比較基於 概念的內容 事實上不一定是要去做某件事情 比如說 我們以前在農業社會 所以可能會 在生小孩的時候 會大家比較想要生男生 但是因為那個 農業結構下 才導致這個 這個觀念的誕生 但是 我們已經脫離農業結構 社會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 男生 其實 一樣好 是沒有差別的 這就是 你可能要對老一輩人 來 來試圖來解釋 來改變他們的信念 所以就是簡報的目的 那 我認為這四件事情呢 其實都 都代表同一件事情 就是 讓聽眾相信你 想的故事 所以 簡報的 如果今天你 簡報內容 足夠讓人家幸福的話 他就會 都可以做到這上面 四點 任何一件事 都是 都是可以的 所以 簡報 我們從剛剛到現在講了 簡報的本質 是 說故事 所以讓別人聽得懂 故事 第二個是簡報的 組成 是由 聽眾 長得 跟內容 好 這就是簡報的目的 就是讓別人相信 OK 那我們這邊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簡報的結構 基礎 然後我們現在講一下 製作簡報的架構 那 解說類簡報的架構的話 我認為就是 我把它拆解來 簡單來講就是四個步驟 第一個是 要做大家的現況 你這個題目是什麼 要做什麼 這是 你這個簡報的 利益 利點在哪裡 再去入境藍圖 你這個簡報會依據什麼步驟來獲得結果 那 這個 這個 這個入境藍圖呢 如果你的聽眾 夠厲害的話 他光看你入境藍圖 就可以知道你這個 內容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因為他可以 判別你這個過程 是不是會有問題 所以入境藍圖非常重要 再來就是拆解步驟 你要介紹你是怎麼證明到 從頭到尾證明 這個結論是怎麼出現的 最後你再把這個 這個步驟來總結 總結的固執 你是怎麼 這是很簡單的 架構 好那我這邊 很快速的來大家看一下 我以前做過的解說類簡報 架構長什麼樣 好 第一個 我的題目就是 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與不動產之間的觀念 OK 那這就是現況 我要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 量化寬鬆跟不動產之間 是有關聯或是沒關聯 這是我要證明的 好 接下來就是我的大綱 我的大綱就是 這就是入境藍圖 我們先講一下QE的背景 然後基於這個背景 對台灣的影響 然後 講完之後呢 我會覺得說 那我可能只講台灣的影響 可能不太夠 那我會用其他國家受到影響來作證說 對於台灣是會有影響還是沒影響 那原因是什麼 這都是 這都是一個比較 互相相互比較的一個過程 然後最後再講一些法令的限制 最後再講一個結論 OK 那我現在第1張就是量化寬鬆的背景 介紹 再來就是QE對台灣的影響 這邊就是一些數據來佐證 QE對台灣是有影響還是沒影響 接下來呢就用日本 先進國家來作為對比 那先進國家講完之後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新興國家嘛 就是 好的狀況也要看 不好的狀況也要來看一下 然後 所謂不好是指說經濟體大小 或者是 成熟成熟 OK 好那新興國家會有什麼影響 他今天講的他的 被檢壓 會有什麼影響之類的 最後再講一些法令限制 對於這個影響是不是 可以減換 最後 下一個結論 就是 為什麼在 就是基於 四個原因 資金安全 有去供應 投資需要 國內需求等等 這些 理由 我會認為這個不動產 其實影響是 比較小的 就是在台灣可能會比較 會受到 注意的影響比較小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比如說類的錢包架構 OK 那這個 部分結束之後呢 我現在帶大家看一下 PPT的製作技巧 那 我現在要講的這些製作技巧 有一些是 有些是概念類的 那概念類的話就是 所有人在製作過程中 都可以用到 那有些我說 是 是工具類的 工具類的話 可能只有在 PowerPoint這個程式 這個軟體裡面 才能用 或者是如果你之後是用 別的PPT製作軟體的話 可能 就不一定適用 那我也不能保證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內容補項的話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用歸那個勾勾 我會想 我問你 你直覺想到的是什麼 如果你還沒 有想法的話 那我再加一個 關鍵字叫 運動用品 你是不是會想到 Nike 這就是 直覺的力量 就是 如果 因為 我們 Nike這個運動用品 Logo 其實已經深入人形 大家可以 馬上的 把它連結在一起 所以 直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 如果你今天在講故事的時候 觀眾可以直接 感受到你想講的潛在的意思是什麼話 你可以花比較少的時間 跟花費比較少的力氣 來讓他理解 可以更好的傳達你的故事 所以直覺是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比如說我們往前回去看我這個 舉例好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 03這一塊 03 03的話左邊這張圖其實是美國的帝國大廈 右邊是日本的地圖 所以我這張想要表達就是一個 美國 在對日本 會有什麼影響 那下面04那個也是 就是 美國 對於中協 這幾個國家 會有什麼影響 這些 這些都是一些 而用象徵性的手法來 對比這個內容 這就是 不像化的力量 所以直覺 你要想辦法讓觀眾可以直覺的 了解 的內容 好 那接下來我要講的東西就是 這個應用 我剛講的都是象徵性的手法 如果 但是 最重要的是 我認為你看 左邊這張圖 如果把它文字畫的話 右邊 右邊那張 右邊那個方框裡面的內容 簡報的文字 所有的故事 之類的 右邊那個樣子 其實是 做簡報的初學者 最容易 直接放在 一個 一個 一個頁面裡面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做法是 非常不好的 你們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們讓聽眾自己去讀 這個故事的話 那就不需要 PPT了 就是因為你 今天做的PPT 就是你要靠你自己的 內話來 傳達這個故事 所以你不可以讓 聽眾自己讀上面的文字 這個是一個 大吉 我認為 所以 而且 你會發現 左邊的東西 比較讓人會有印象 記得這個東西 而右邊的話 大家就會記得 只有一團紙而已 所以 你最後 因為你最後想要傳達一個故事 你會希望大家記得 而圖像 往往會是 比文字更容易讓人記得的東西 所以你們要記得 你要把 右邊的文字 做成 左邊的 古像畫的內容 那這個內容的話 就是要靠你自己的創意 來改變它 好 比如說 再舉個例子 就是 剛剛我的那個範例裡面有一個是 在做 講QE的手法 如果QE的手法 你們可以看到 如果我前面只是單純用邊那個文字的話 費了跟銀行買證券 銀行再把收到的錢 發給其他機構 消費者 最後達到正行經濟的目的 OK 這個內容其實很簡單就是這樣子 問題是 我單用文字的話 聽眾是很無感的 是可能很快就會忘記 但是我把它放在左邊的這個流程 好嗎 起碼大家可以很清楚的資料 知道 這個金流 是怎麼走的 對吧 所以 想辦法把你的文字 把你的內容 做成圖像 是 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 一個觀念 一個技巧 OK 然後還有 設計 這件事情 就是 你要記得你放上去的每一頁 最好都要設計過 因為你要是 敷衍的放上去的話 其實 聽眾是可以發現的 比如說像這一頁就是 預設的 office的經典的表格 那這個我一看就會知道說可能 那個 講者可能沒有時間修改 或者是他很敢 那 最好的方法應該是怎麼樣 做成下面這樣子 下面就是很明顯是一個有設計過的表格 而且 設計過的內容呢 可以引導 讀者去讀取 你想要的內容 你的重點 在哪裡 而 沒有設計過的表格的話 就會 看起來更沒有 了解 好 那接下來呢 我會讓大家知道 一個 一個好的簡報呢 它是怎麼練成的 它有四個步驟 一個是收集資料 這個資料呢 可能是一個 Word 就是你的小論文 或者是書 或者是你想要 摘取別人 PPT的內容 拿出來 這些都是有可能的 好 OK 那就是你已經準備好的內容 第二就是挑選模板 挑選模板 就依照不同的主題 然後或者是 你的內容 然後來做 模板的挑選 那等一下會跟大家講一下 模板是從哪邊 最後再來是重讀在線 你要把你收集來的資料呢 融進這個模板裡面 讓它呈現出來 然後最後表達重點 讓大家知道你這個 這一頁或者是這一塊 這一小段內容 主要想講的重點 到底是什麼 可以讓聽眾更好的表現 好 假設呢 收集資料 舉例好了 我這邊有一個少子化 對台灣的影響 就可能 右邊這些點 不動產 國外措施 生育養育平衡 婚姻性 這些 可能都是一篇論文裡面 提到 對於少子化跟台灣之間的關係 那我不可能 我可能 我可能不是說 每一個問題都 如果我今天可能只想講 教育業 少子化跟教育業在台灣的影響 那我可能想講的就是 對教育業業的影響 然後生育與養育的平衡 跟幼兒月的抉擇 這可能就是 我這次想要講的重點 這樣的話我就確定 我這次PPT的內容 OK 那 確定這個內容之後呢 我要想 我這個PPT呢 我最後要做幾頁 因為我每次 每一份演講 它都有時間長度的限制 所以 你必須確認你這個內容 長度或者是 講的內容是 有在實現以內的 如果太短或是太長 你就要對內容進行調查 那 調整完之後 你一定要確定這件事情 回頭來看 你這個PPT所講的 表達核心理念 跟你一開始想講的內容 會不會是一樣的 因為有可能在修改的途中 你越講 內容就越歪 或者是內容就越少 你可能就會 扔掉 所以你做完後 你要回頭 再檢查一次 這個內容是否是 確定 適當的 OK 然後 接下來就是 確定 上面是 確定的內容 接下來是 挑選的模板 好 這就是 一個典型的模板 模板的意思就是 別人做好的 一個 PPT 它有設計 它有樣子 它有設計好 可是它只是沒有內容 內容要靠你自己 把它填進去 那就是 你要記得 調整它一些細部的內容 這就是 挑選模板 好 我接下來再舉個例子 然後來教大家怎麼重組 這個 內容裡面的資料 我現在有一段原文是跟 重辣椒有關係的 那我 我對這段 原文我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個 離心重點資訊 第二個分出資訊成績 第三個 規劃視覺策略 因為 我現在這個內容原文 它是以大段文字 可是我 我不見得每件事情都要讓聽眾知道 而且也不是每件事情 聽眾都有興趣 所以我現在就要畫重點 OK 我畫了重點 所以 畫完重點之後呢 現在這一塊就是我認為是 核心 的問題 不是核心的內容 好 畫了重點之後我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 分出資訊成績 分出資訊成績是什麼意思 就是 我畫了重點之後 每一個內容它可能會有一個 核心的概念 我把這個核心 概念 這個名字 摘要把它摘出來 好 那就會變成 我就多了 我多寫了 12個字 就是 生長特性 極度怕水 需要減肢 這就是分出資訊成績 就是 它是大點 生長特性就是大點 然後栽培苗基長 後面 這些 都是小 就是詳細的內容 所以你要把大點跟詳細的內容 分離開來 好 接下來呢 我現在就要來規劃視覺策略 因為這樣內容的話 其實還不算 還等於還是文字的內容 還沒有進行主張化 那我要先進行規劃視覺策略 那接下來我要給大家 到下一頁我先給大家做一個試驗 我會給你們三秒鐘 看下一頁的圖片 好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絕大多數人在看的時候 只看到左邊那張圖 我現在問你們 最下面那個 title是什麼 你們可能沒什麼 有影響 或者是右邊那些 廣告 那些YouTube廣告裡面有什麼 所以 代表什麼事情 人的視覺是有一個 慣性的邏輯 從左上角 到右上角 再到左下角 到右下角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視覺路線 所以你要記得 你重要的東西要放在你的左邊 不重要的東西要放在右邊 OK OK 好 那我們再到下一頁 所以我現在就把我這個生長特性 就是大標題 塞出來 放在左邊裡面 所以我們讓觀眾一聽 一看就知道 左邊這個是 大點 是一個小標題 右邊是它的詳細內容 OK所以我沿著這個視覺路線圖 我把重要的東西放在左邊 中間 然後再來是右下角 我放一個辣椒 一個最不重要的位置 可是我在暗示什麼 我在告訴大家說這是我在講一個辣椒的故事 所以到了這一頁已經開始有一點 PBT半成品的樣子 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 雖然已經算 及格了 可是我們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就是 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你一頁 APPT只能講一個邏輯 也就是說 我生長特性 極度怕水 需要簡直 這三件事 要拆開來講 好 OK 比如說我就做了一頁 在講生長特性 那我為了 把這個生長特性 因為你講了一頁之後 你為了填補 這個時間 你會把這頁做得比較詳細 所以我們看生長特性 我就會講 載種生育開發 結果採收 我會把這個過程 講得非常清楚 好下一頁 極度怕水 我就放一個 這個 碰到水的樣子 就會枯萎 對 證明 讓大家會有印象說 這個東西 是不能放到水的 也是一種暗示的手法 再來就是第三點 生長特性 我們看到這邊有個減肢 有一個素肢 然後把第一個圈起來 第二個跟第四個全部打個XX 可以也是在告訴觀眾 更快的讓他吸收到這件事情 就是 他的 第二個跟第四個 除了第一個支條之外 後面全部都不要 就是他的生長特性 OK 這也是一種暗示的圖像手法 好 好那接下來 我就要帶大家了解一下 PPT的 體圖樂件 好 大家看一下喔 如果我們今天按住Ctrl 再拖一 物件的話 就等於是會 複製 複製這個東西 如果按住Shift的話 它就是平移 這就是變平 我現在不能上下 我現在不能上下 只能平移 OK 如果按住簡單按住Shift 然後再點選不同的東西 變多選 OK 如果按住Ctrl 再按Shift 再拖一的話 就是平移複製 就是物件 再來就是 複製貼上具有定點效果 什麼意思 好 我現在點一下這個 複製 好貼上 它會在完全一模一樣的位置出現 OK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複製 具有貼上定點效果 OK 那我們就要下一頁 採 採檢 好採檢的這個功能喔 就是 把 你有一張圖放進 PVT裡面之後 你不需要其他的內容 我就把它採檢掉 OK 大家帶一次 好 比如說我這邊有一張這張圖 那我只要留中間這個部分的話 我就按採檢 好 你看 就剩這個 OK 就剩這張東西了 好 其他東西是我不要了 OK 很簡單的 採檢 接下來我們看 配色 如果你今天在進行 設計一個版面的時候呢 你都用一模一樣的顏色的話 呃 觀眾其實會覺得那個視覺是很快就疲療 而且會找不到重點 是在哪裡 所以我們必須進行配色 你看 如果我今天用同色系或者是相近相似的顏色 這樣的話可以讓觀眾更好的去讀 讀群一下要表達的文字 而且也可以用色調 來強調你文章的內容 那這個東西怎麼做呢 來 這邊有推薦網站 推薦的網站叫 Pullers 那這是一個免費的網站 他需要登錄 好我們登錄網站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類似這種色調的內容 那 點選中間這個設定的內容的話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得到 點選 還在點選的RGB 我們可以得到這個 RGB的 三個數字 那這個叫做色碼 你在 你看到所有顏色都是由這個色碼 給組成的 所以我們就記得 254 215 102 好 到這裡 254 205 102 好 然後 我們就可以進行顏色修改 好在這邊點選兩下喔 OK 上面有個形狀填充 這邊 其他填充 好 254 254 好 好 好 就變成這個 OK 會是一樣的顏色對吧 215 OK 顏色很近啊 不過就是類似 就類似的概念 215 215 OK 就變一樣顏色了 OK 那就是一個配色方法 然後呢 你可以在這邊 配出任何你想要的顏色 或者是色系組 這都是可以的 好 那接下來呢 教導大家 SmartArt 在插入 上面這邊有一個 SmartArt 好點進來 我們可以看到 會有很多列表啊 或者是 他 PPT 內設 內 內定 製作好的一些 內 方塊 好 好 這個東西呢 可以讓你 協助你 做好你的 簡報內容 比如說我今天有三個點 我就會 然後在上面寫字 1 好 2 3 之類的 隨著你可以調整它的內容 那這邊的話 其實也可以放進 你想要的圖片 這都是可以的 好 你看喔 這邊插入 呃 這邊有小技巧 就是 你 SmartArt插入的圖形 會不容易編輯 如果你在這邊 點選取消群組的話 會更好出力 然後 你這個圖片呢 除了可以調顏色之外呢 也可以插入圖片 插入這個圖片之後呢 可以增加你的這個 畫面的豐富度 OK 接下來是 插入圖表 插入圖表的話呢 就是在你 遇到數據 比較的時候 可以使用 那有分 柱狀圖 可線圖 跟圓餅圖 根據你不同的需要 來進行 處理 好 再來我認為是一個 最重要的一點 是你這個 會導致你這個PVT到底專不專業 就是對齊 如果你今天內容 畫面都是 歪的 歪斜的 其實這代表 你這個設計是有問題的 因為 讀者在讀的時候 會 不太舒服 而且他會不知道 你這個 關聯性到底在哪裡 所以 你要記得 把你的文字 做一適當的對齊 才可以讓觀眾比較舒服 好 那對齊怎麼做呢 好 這邊做一次 我現在要對齊這三個東西 好 這邊按排列 對齊 左對齊 好 他就會向左對齊了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對齊的 方法 好 文字段落的對齊 他的上中下 是需要 一致的 如果你可以 你可以完成 自上 或自中 自下 都可以 隨便你 可是問題是 你要記得對齊 那他的位置在這 好點選這個 然後 看一下喔 開始 對齊文本 好這邊 自中 自中 你也可以 一次選擇很多個 一起自中對齊 這都是可以的 好 那你就自中對齊了 OK OK 那我們就會 OK 接下來加大家 透明遮罩 在你在放圖片的時候呢 如果你的圖片的底色太淺的話 上面的字其實是看不清楚的 如果你放了一個透明的遮罩的話 可以讓大家更好的理解 這個內容 找什麼樣子 好 教大家做一次 你看喔 遮罩的做法就是 好 插入 方塊圖形 好 點選 先把這個輪廓線 取消掉 輪廓線就是外面 最外面那一條 好 然後我們現在是這個藍色嘛 填充 這邊有個透明度 大概30 它就變成一個 有顏色的透明方塊 可以讓大家看清楚下面的內容 好 就是 很簡單的遮罩 那遮罩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用途就是引導視覺 路線 比如說你看 左到右其實是三張一模一樣的圖 可是 我加入遮罩之後呢 就可以讓觀眾知道 我是到這個步驟流程下來的 可以 讓觀眾先不要看到下面的內容 可是他可以期待 你要講的東西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然後再來就是 在遮罩的地方補一個 icon 你看我左邊的那一張的話 如果你 你只有這樣子內容其實 是不夠圖像的話 是沒辦法讓人家 很快的理解你 你在講什麼 可是如果你在一個 在空白的地方加入icon的話 比如說教育工作者 好他可能就放一個 文字 然後 文部審 審理 的話就代表 可能有人在討論 然後在審議委員會 提出修訂意見 你都可以用icon來 加強你對這些東西的暗示 或者是加強這個東西的理解 那icon在哪邊找呢 是這裡 叫selection 一個網站 一個網站 OK 那這個網站呢要使用英文來進行搜索 然後就是讓讓觀眾來 就是你們搜索完之後呢 來讓 找 找尋你們想要的內容 OK 好 接下來 風格的一致性 你們在做 DVT的時候可能會用到很多種 icon會用很多種 圖片 那這個 每個圖片它都有不同的風格 或者是 就是 如果你都 如果 你 最好在一頁 盡量整份PTT 都是同一個風格 不然前後人家會覺得說 落差太大 好像會在講 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盡量如果你都是用 現實的 都用現實的圖 如果你是 可愛的 就用可愛的 就是要風格要一致 才可以 才不會讓人家在 閱讀的時候造成一些 不協調的感覺 這也是一個小技巧 好 接下來呢 就是 加值的分享 如果 如果你們要找到那個 PTT的模板的話呢 可以在 Sliced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可以提供很多種 Google簡報 跟PowerPoint的範例 而且這些都是免費的 然後也不需要註冊 什麼都不需要 你只要上了這個網站 你就可以下載 這是一個 非常好的網 然後除了這 還有另外一個 這邊有一個網站叫 ControlAutoAchieve 然後它在 2019年的 9月25號 發表一篇文章 這張文章呢有超過600個免費的模板可以套用 就是也都是免 都是不用註冊 不用登錄 直接免進去 就可以使用 那這兩個就是 這一個跟上一個 Let's go的話就是 分享給大家一個免費的 線上支援 OK 好那我們加值分享就到這裡 最後呢我們要給大家一個 課後作業 課後作業是什麼呢 PTT簡易思作 我們要讓讀者知道如何 與憂鬱症患者相處 那 任務內容是 就是把我任務內容裡面 這段文字 來做成 三頁 左右的 PTT內容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科後作業 那這邊有小提醒 你可以適度的刪減或增加內文 讓你的 PTT版面 更好閱讀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 就到此結束 希望大家可以知道 可以了解 怎麼這樣製作一個 很好的 PTT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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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